第十二集 在举国欢腾的那几天 我父亲竟然常常伸锁眉头 沉思不语 有一天在晚餐桌上 他对几位老友说 苏俄在停战前五天 抢着对日宣战 立刻就越过边界攻入我国满洲里 深入东北境内百余公里 十天内占领哈尔滨 长春 沈阳等城市 俘鲁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 斯大林在8月23日宣称 满洲国全部解放 完全不顾我国的政治主权 中共的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 连发七道命令 指示共军全面发动 征程夺地 并命吕正操 张学师 万亿等若干朝鲜人 率人开赴东北 配合苏俄军作战 先夺东北三省 然而毛泽东却在一个月后的 918纪念日来到重庆 参加国民参政会 对蒋主席邀请前来重庆 表示感激 致此说 今后 当为和平发展 和平建国之新时代 必须团结统一 杜绝内争 因此 各党派应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 蒋主席领导之下 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以建设现代化之新中国 这是我今生听到的最大谎言之一 为了行政管理之效率 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 东北行营 将东北三省分成九省 辽宁 安东 辽北 吉林 松江 河江 黑龙江 嫩江 新安 当年兴冲冲去接收那九省的人 梦想不到三年半之后 会被中共内争战败 逃到只有东三省疆域三十五分之一的台湾 终生未得返乡 胜利日不久 各级学校即将开学 教育部公告说 战区各校多遭日军破坏或征用 校舍设备需待修复 牵制大后方各校留在迁居地 待明年暑假复员回校 本学年按学历开学 安心上课 想做复校计划 这一年 我哥哥已由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 等待分发驻外使馆工作 最初派往南美乌拉圭大使馆三等秘书 他一直以未能参加什么革命为悍 一年前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备组耿耿于怀 既然不想去乌拉圭 就去报考中央社做随军记者 要求派往东北战区 与战士同甘共苦 体验作战生活 我大妹宁元已经小学毕业 上了南开初一 爱打垒球 小妹新元上南开赴小三年级 父母也决定留在四川 明年等我们放假再搬回北平 第一件事是安葬我的祖母 她于1937年逝世后 棺木浮措在北平郊区一座庙里 家定距峨眉山只有百里 山水中陵自古闻名 大都河 青衣江 明江 三江沿岸 世代有文人雅舍 如眉山的苏东坡 乐山的郭沫若 抗战时期 在五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 有朱光潜 陈希盈 林书华 袁昌英 苏雪凌等作家 1941年 五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 主题是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 因是全校讲座 又未必警报 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 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 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 需拿火把照录 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 往往晨光出路时 座位已被火把占满 后来者即无法进去 女生宿舍低班学生 似乎无人敢去 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 抗战胜利 钱先生回到重庆 我听高班男同学 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 然而当时绝未想到 三十年后在台湾 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 拜业钱先生 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 畅谈倾听的缘分和荣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福先生 在明江对岸乌游山上 设父姓书院 雄实力先生 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 书院研究者一百人 亦曾请钱先生演讲 钱先生晚年回忆 当年有一段时间 与珠光钱先生同进中晚餐 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 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 原来凝聚着共患难 同歌哭的维系力 如今似乎涣散了 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 将到天南地北的家去 每个高年级的人 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 而政治气氛 已经笼罩到 所有的课外活动了 强暴 话剧 甚至文学书刊 都似乎非左即右 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 也因前进程度 而被划分为 不同的政治立场 二十年后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 利用这种划分方式 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 隔着台湾海峡 所听到的一铃半爪 撕在海外读到的 铁幕消息 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 朱光潜老师 以辞调院长 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 他邀我们几个岛生 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经深秋了 走进他的小院子 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 走上去 萨萨地想 有一位男同学 拿起门旁小屋内 一把扫帚说 我帮老师扫枯叶 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 我等了好久 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 晚上在书房看书 可以听见雨落下来 风卷起来的声音 这个记忆 比在许多秋天境界的诗 更为生动 深刻 由于是同一年的事 我一生 都把那一院子落叶 和雪来的西风颂中的印象 联想在一起 在我父亲去世之后 再加上祭祀的秋颂 深感岁月凋零之杯中 有美 也同时深深感念 他们对我生命品味的启发 外文系的学术功课 到三年级才算开始 以朱老师的水平 原演安排很好的阵容 可惜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史名师 陈希盈和方仲教授 1943年前 均已离校去了英国 新聘来教我们这班的孙嘉佑先生 刚从英国回来 应该可以胜任 他上课不久 即把重点放在乔索的 坎特伯瑞故事集的 中古世纪英文上 他是位很壮的女子 用浑厚的嗓子 念中古英文的原文 念了大约两个星期 把我们震慑住了 用一句今日台语来形容是 鸭子听雷 好不容易到了狼狼的 农夫皮尔斯 和马拉瑞的阿瑟王之死 从15世纪 到了16世纪的 穆尔的乌托邦 匆匆掠过最早的十四行诗 飘过史宾塞 就放寒假了 下学期介绍了 马洛的福士德 读了莎士比亚的 十四行诗几首代表作 重要剧本的名单和梗概 尼尔顿的施乐园 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 即到了德雷登 不到三堂课 突然老师请了病假 他和我们再也没有回到 英国文学史那门课 然后大家都复原回下江去了 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 都是下江人 我大学毕业时 主课英国文学史 只修到一七零零年 对德雷登之后 二百五十年的无知 是我多年的憾恨 第二次到美国 印第安那大学进修 我用一整年时间 苦修英国文学 断代史四门课 十五世纪以前 十六七世纪 十八世纪 和十九世纪 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时 用一切安排 使时间足够交到 二十世纪中叶 绝不让我的学生 由此憨恨 另外两门课比较稳定 小说课的戴洛林先生 是典型的文人学者 他也是史语朝文艺的定期作家 课程内容充实 分析层次颇高 他讲到狄更斯的双城记史 特别教我们注意 英国人 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 暴民政治 我至今想到 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 坐在广场上 一面织毛衣 一面数着断头台上 砍下的人头 把刀斧落下的次数 织进他们温暖的毛衣里 仍令我不寒而栗 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英国记者 为了爱情上断头台 站在台上居然会看到 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简直是不识人间烟火的小说写法 他是最早教我们 由不同角度读小说的老师 他开的书单 对我以后阅读也很有帮助 在现代文学课上 认识了妙朗山教授 在那几年 他大约是对学生 最有魅力的人了 专长是俄国文学 所以几乎全以俄国文学 作为现代的代表 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 抗战国共合作期间 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 都有用 妙先生身体壮硕 声音洪亮 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 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 上课时如上舞台 走过来跑过去 从不夺步 脸上都是表情 开口即是谐语 一男同学形容她是 大猪小猪落铁盘 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母亲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和 和伊凡刚查洛夫的奥普洛莫夫 此书是一本极精彩的写懒人之书 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 因为太懒 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 妙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 与手掌并列 在他之前和之后 我从未见过那么起敬的教书人 大三开始 我在乐山的生活 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有人到女生宿舍给我站岗了 一二年级 我参加的课外活动 只有南开校友会和团契 在那小小的圈子里 似乎都知道我已心有所属 在那个尊重感情专一的时代 从未有任何人能邀到我出游 胜利不久 我将由重庆回校上课前 突然收到一封信 挤来一首以我的名字谱曲的创作 作曲者是刚毕业的黄军 他在信中说 已爱慕我一年多了 看我那不理人的态度 鼓不起勇气去找我 毕业后 认识他的人少些 若不被俊俱 他会在就业前 悄悄回到乐山来看我 试试能不能培养出感情 五大除了几个大合唱团之外 有一个比较接近 专业水平的爱乐团体 由三人到五人 不定期开个小型音乐会 在那个没有任何音响的时代 很受欢迎与尊重 两把小提琴 一个男中英 黄军是第二小提琴 他拿着琴上台时 朔长儒雅 许多女生为他着迷 南开校友话剧社 1944年6月初 为欢送毕业同学 公演话剧《天长地久》 是由茶花女剧情 改编的抗战名剧 他们敢于演出 而且轰动全校的原因 是有卢巧珍和几位 在沙平坝 机翼演出成功的校友 在几乎完全没有音响设备的 学生社团 全靠幕后的真人支援 他们说演曹宇的雷雨时 后台几位男同学 站在梯子上 拿盆子往地上倒水 一位壮汉架好一大块铁板 另一位用锤子拼命地敲 又有闪电又有雷声 而这位第二小提琴黄军 虽不是校友 但性格温和 被请来在幕后奏乐 导演同学跟他说 你们的提琴的曲名 我不太懂 你只要准备一首轻快的 一首悲伤的 到时候 我告诉你拉哪一首就是了 那天晚上 我们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 我和另一个大一新生 王世锐上台在鞦韆上 坐了两分钟 代表纯洁无忧 然后就到后台 去帮忙提词 不知是导演喊错了 还是提琴手听错了 当男女爵恋爱幸福的时候 有人推黄军说 他那个悲的 他就很有情调地 拉起舒曼的梦幻去 前台演员听了 简直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城里小报说 南开校友话剧社 这次演出一塌糊涂 男主角不知爱为何物 只有女主角卢巧珍 一人独称全剧 黄军虽未表示震怒 但是南开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 有些亏欠 开学不久 他就千里迢迢地 由重庆回到乐山 专程看我 那实在令我很有光彩 也令知道的人都很感动 在那小小的县城 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 他每天下午 必然到老姚门房报到 老姚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权威口音 向三楼大喊一声 齐邦元先生有人会 老姚喊所有二年级以上的女生为先生 他说女生上了大学就得有个样子 但是在宿舍里面 他很少这么称呼 大约看透了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真面目吧 我到了三年级 才第一次跟男生 单独坐在江边的木牌上 乐山是明江口的木材集散地 山里的陵木扎成木阀形式 堆成一排排的 等水涨了 由明江顺波而下 到长江大港城市去 黄昏后 是同学们喜欢攀上去坐着 唱歌说话的 有情调的地方 不久 双十节 他突然又来 黄军如此热切表示爱慕 却在最糟的时候来 自六月以来 我心中对张大飞的悲悼之情 沉重又难言 我不知如何恰当地称呼他的名字 他不是我的兄长 也不是我的情人 多年钟情 却从未倾诉 想到他 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 对战死者的追悼 我心中还有 无法言说的 复杂沉痛与亏欠 谈到他 任何轻挑的语言 都是一种亵渎 正如颗粒之的 沮丧 一首颂歌 所言的悲痛 没有剧痛的哀伤 是空虚幽暗 而沉闷的 这种窒息呆滞 又不惧激动的哀伤 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径 也无从得到慰藉 不管在言辞 叹息 甚或是眼泪中 在正常情况下 任何一个女孩子 在我那个年纪和见识 都会被一个风度翩翩 为你谱曲作歌 为看你 夙江三日 或是跑五百里汗路的人 感动乃至清新吧 但也许凡事早有天定 当皇军 为天长地久配乐的时候 在快乐幸福的场面 勿奏了悲伤曲子 即是一个预兆吧 我们注定无缘 在乐山的最后一年 至少上学期 大家还认真地上课 五大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平 以外文系为例 朱老师不仅自己教英诗 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 担任系主任时 规划的课程也够强 使前六年的毕业生出了社会 进可攻退可守 可惜到了下学期 很多老师都有了新的工作 三四月就开始赶课 提前走了 而那时也开始许多大大小小 以游行方式出现的学潮 抗战的胜利 是中国八年血泪坚持奋战得来 但由于原子弹而骤然来临 使政府措手不及 胜利二字所带来的期待 未能立即实现 前线后方共患难的日子 一去不返 自华北开始 共产党在战线后方 以土共和农村宣传的力量 急速扩张 对不满现状 充满改革热情的知识分子 具有强烈的渗透与说服魅力 胜利后三个月 11月29日 昆明的西南联大 云南大学等校前进学生 以反对内战 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 发动学潮 有激进分子投手榴弹 炸伤学生13人 造成4人死亡 教授决定罢课 数十人发表告各界书 同情反内战学生 至12月17日才复课 学潮在全国各大学扩散 1946至1948年 大学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与叫嚣 1949年共产党占据全国 之后的40年 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成为政治工具 学术传授及专业标准 尽于切断 在我所亲身经历的学潮中 最具影响力的 是西南联大的文艺多教授 他是著名诗人 其感识之作《死水》 和哀悼夭折幼女的藏歌 也许 是当年文艺青年 征颂之作 我至今仍能记忆 也许十六行的全文 仍很受感动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 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 蛙不要嚎 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称一散松阴 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着蚯蚓翻移 听着小草的根须溪水 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生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避紧 我就让你睡 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琴 缓缓地飞 文艺多字又有文采 十三岁 由故乡湖北 考入清华大学前身的 清华学校 读完中学及大学课程 西学一打下根底 他的爱国情怀强烈 参加过五四运动 在美国进修艺术时 与同学组织大疆学会 奉行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 回国后 从事艺术教育 积极参与文化活动 丰富的诗作 使他成为名诗人 抗战初起 他与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 由湖南徒步跋涉到云南 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 任教文学院 研究处辞颇有成就 战时昆明 教授生活轻苦 文艺多有子女五人 薪水之外 刻印不住生活所需 日军的轰炸 民生的困顿 和中共对知识分子的积极渗透 使文艺多自1944年起 由阅读艾德加斯诺的《西行曼记》一书开始 研究共产党制度 地下党的朋友 劝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更有利于民主运动 在文艺多艺书中提及 他是抱着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的精神 迎接新的斗争生活 他的老朋友罗隆基说 伊多是善变的 变得快 也变得猛 文艺多开始写文章演讲 激烈批评攻击政府 及一切保守的传统 辱骂钱穆等 为名玩不灵 1946年7月15日 在一场追悼李公仆 训难的纪念会后的下午 文艺多被暗杀 留下五个未成年孩子 文艺多之死 成了全国学潮的策动力量 对延安的中共而言 他的助力胜过千军万马 对中国的命运 更有长远的影响 因为他所影响的 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 更值得文化史学者的研究 但是在目前两岸的学术界 尚少见有超脱自身范围的 回顾与前瞻 我记得常听父亲说 一个知识分子 20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 是缺少热情 20岁以后 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 我常想 文艺多到45岁 才读共产制度的书 就相信 推翻国民党政权 换了共产党 可以救中国 他那两年激烈的 改朝换代的言论 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 而我们那一代青年 在苦难八年后 淡痕未休的各个城市 受他激扬慷慨地喊叫的号召 游行 不上课 不许自由思想 几乎完全荒废学业 大多数 沦入各种仇恨运动 终治文革 身为青年偶像的他 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文艺多一书记载 他的遗物中 有一枚没有完成的实质印章 映面写着 其余不可及 无论怎么诠释 说是他在生死关头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留下这枚字立章 表白心智 决心以追屈原 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 做最后的遗言 正常的读者 很难不联想到 懊悔与自浅 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 情深意名的好诗 深言过文字的精髓 正要刻上十章的五个字 应是先在内心 琢磨过他的意义的 虽然 在那狂热的两年中 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 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 换来幸福 1945年的中央政府 若在战后得以喘息 民生得以休养 以全民凝聚 宝乡卫国的态度 重建中国 是否可以避免 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 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 才能达到所谓中国战起来的近况 这是我多年来 回想在四川 武汉 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 内心最大的困惑与悲愤 在这个喜忧无界 现实混乱的十一月 步道家继致文牧师 应卫力工会内地会之邀 到乐山来 他劝我受洗 定下心来 走更长的路 也可以保持灵魂的清醒 他的步道会 既以五大师生为主要对象 所讲内容的知识和精神层次颇高 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讽 那几天 他常常用江浙国语 带头唱赞美诗 其中有一首 我比较不熟悉的 一再重复一句副歌 求主将我洗 使我拔草呼吸 那时的教会 并没有大众使用的圣诗本 我在南开中学长大 听惯了戴天经枪的标准国语 心里想 大约是如同我坐在河岸 心灵随自然脉动 而舒畅呼吸吧 后来到了上海 有人赠我一本 普天颂赞 我才知道 原来是白超乎雪 与洗礼使人洁净之意 但拔草呼吸的出感 仍较难忘 这一年的圣诞前夕 教会的美籍韩牧师 请一些教友学生 去他家共度佳节 晚餐后安排余性节目 其中一项 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签 同一数目的两人一组 共同回答已写好的一些问题 答对地得到冠军 写答案的时候 为了保密 需用一件唱诗般穿的袍子 盖住两人上半身 商量好了 写出来 再从袍子里拿出来 我抽到和电机系 四年级的于君一组 他领了一件袍子 走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心中有一阵 从未经验过的紧张与兴奋 记得刚到乐山那年冬天 对一切尚猛然不知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在于县义 敌一我 冯家路 卢巧珍的宿舍窗前 看着音乐会散场后 男生举着火把 经过白塔街 回工学院的第六宿舍 近百人在石头路上 快乐地喧哗呼应 中段有一大群人 唱着当晚节目中的歌 这时学姐们 指着一个高高的漂亮男生说 哎 看 看哪 于君走过来了 他正在唱 《茶花女》中的饮酒歌 那充满自信的男中阴 渐渐凌驾众生 由街上行进窗下 又渐渐远去 我可以清楚地看出 窗内学姐的欣赏 与倾慕之情 此后两年 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响亮 如今 我和这样一个陌生人 并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 敲声商量机密 简直罗曼蒂克地令我窒息 更何况 第一个题目我就答不出来 问的是 写出西方最重要的 三个古典作曲家 第二个是 写出最重要的指挥家 在黑暗中 他写了六个名字 接下来 问几个圣经中的故事 神话的名字 我全部知道 只答出了 简爱男主角的名字 做一点点贡献 那种羞愧 即使有袍中黑暗遮盖 仍可列为 平生十大恨事之一 当晚我们得分最高 其实全是他赢得的 种种冲击之外 这样的巨手奇缘 让我看到了 我二十年生命之外 又一个世界 南开中学的音乐教育 在当年是比较好的 我们的歌唱团名文后方 One hundred one songs 我们几乎用原文唱了一半 抗战歌曲 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我没有读过音乐史 课内和课外都没有 南开和时语潮社的收音机 只播战情 正论 没有播系统性的音乐节目 于军是抗战中期 不愿受日本教育 辗转由上海到后方来的 沦陷区学生 和他同时分发到五大的 还有姚冠福和苏渝希 我大学毕业时 姚冠福自上海寄赠我一大本 莎士比亚前级 至今仍在我书架上 苏渝希后来也成为我的朋友 但在胜利初期 死于政治斗争 他们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 西方文化艺术知识丰富 是我的义友 于军的南中英 是经过名师训练的 他的父亲 曾是上海圣公会的主教 当时已去世 新年元旦黄昏 他突然现身女生宿舍 据说以前没来站过 有老姚的宣告把我喊下来 交给我一本英文的伟大作曲家 祝我新年快乐 又说 考完了我来找你好不好 我刚点点头 他立刻迈着大步走出大门 后来他说很多眼睛看他 很令人紧张 放寒假时 他来邀我到尽兴会的草坡上走了几圈 我俩二十年的人生 其实非常不同 他讲上海沦入日本人手中的变化 我叙述南开中学的爱国教育 和重庆跑警报的情况 他说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 他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来四川 在成都的美军顾问团工作 很喜欢文学 那年二月底 开学不久 远在乐山的五大 也响应了全国大中学生爱国大游行 抗议亚尔塔秘密协议 要求俄军退出东北 追到张兴夫 张兴夫是工程专家 原为我父东北地下抗日同志 胜利后被派由重庆 由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腐顺煤矿 1月16日赴沈阳途中 被共军由火车上绑着雪地 同行八人全被残杀 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程的机器 美迁出一地 即协助中共军队进驻 这是继去年11月底 响应昆明西南联大 云南大学等校 发动的反对内战 反对美国干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 第二次全国性雪潮 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 积极组织活动 口号充满强烈的对立 游行的队伍 几色在1939年大轰炸后 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 路窄的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 只听见喊着嘶哑的各种口号 打倒 打倒 万岁万岁 自此以后 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 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 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 还有别的万岁 每次换换即逝 我参加了张欣夫追悼游行 因为他是我父亲多年的抗日同志 他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 但是我既为参加游行筹备工作 又为在游行中有任何声音 只尽量跟上队伍 表达真正哀悼诚意 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 就被挤到路边了 后来我自己明白 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 如果我不积极参与活动 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种人 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 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 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 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 罪生梦死 半个世纪后 隔着台湾海峡 回首望见那美丽的三江汇流的古城 我那些衣衫褴褛 常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 而营养不良的同学 历劫声嘶喊口号的样子 他们对国家激弱 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 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 无休止的学潮中 最终拖沓了抗战的政府 欢迎共党来解放 他们的欣喜 事实上短暂如露珠 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 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 由于理想性太强 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 非死即贬 得意的并不多 我们这一代 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 从前移民 出外流亡的人 多因生活灾荒所迫 挑着担子 一家或一口去啃荒 希望是落户 而我们这一代 已有了普及教育 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 而聚散漂泊或淹没 五十年后 我回北京 与班友重聚 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 人人都有一番理想 但一九五零年后 进修就业 稍有成就的甚少 没有家破人亡 已算幸运 几乎一整代人 全被政治牺牲了 在游行队伍中 被挤到路边的时候 我与原来勾着手臂 一起走的室友 也冲散了 我像个逃兵似的 背靠着街墙 往回走 这时 隔着举臂 呐喊的队伍 我看到了于军 他站在水溪门石墙的转角 穿着一件灰黑色大衣 脸上有一点 尸身人面的表情 望着我 队伍过完了 他走过街来说 你也参加游行啊 我说 张欣夫伯伯 是我父母的好友 多年来 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 或应该来参加这场游行 实际的哀悼 他说他的父亲 在心脏病发 突然去世之前 一直希望 他们到自由国土 来受教育 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领 控制的上海 但是在这里 政治活动 无论左右 都没有找他 他们大约想 从上海来的人 只是英文好 会唱歌吧 当游行 越来越频繁的时候 我们每天早上 仍然从女生宿舍 走到文庙去看看 有时有布告 有时没有 客室走廊 寥寥落落地 站着些人 有时 老师写着书来了 学生不够 有时 学生坐得半满 老师没有来 所以一半的时间 没有上课 全校弥漫着 涣散迷茫的气氛 期待多年 生死挣扎 得来的胜利 却连半年的快乐 都没享受到 女生 紅丝 小鹿